我一哭的就跟跟小孩子一样 我需要更多更多更多的力量 不高不高不高更多 哇他疯了呀 Holy shit 他都没有人形了兄弟们 大家好我是霍尔达 我们继续来更新 《梅鲍鱼怪物》的二周目实况 那么我们这期呢 即将迎来大结局啊 这个系列的真完结 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呢 可以从这个一周目的第一集开始补起 那么在上期的结尾啊 我们信息量爆炸啊 反正塞巴斯爷爷和这个宝尔呢 居然是同一个人啊 然后魔界里的魔物呢 其实原先也都是人类啊 但是还有更多的事情呢 是没有给我们答案的啊 这一期呢 我们结局嘛 应该都会知道了 如果视频开心的话 希望可以点赞这种频道 真的好像那种 拜托各位了 咱们继续游戏吧 好我们直接继续我们的祖线啊 先往小熊火箭发射场啊 可能是不是直接就打爆炸战啊 应该要约了个博士了吧 哦哦这里这里 啊这边有对话啊 看一下 喂这个 这个是火箭吧 肯定是吧 旁边路过一个博士啊 火箭 喂我说对不对 这个是火箭 你们你们这个潜入 能不能低调一点啊 嗯是啊 喂喂 最好别让这里的人注意到你啊 我们研究所研究范围很广泛的 嗯你 完了露馅了 体格很健壮嘛 警备那边在招人 你要不要过去看看呢 我有幸福就去 嗯好吧 啊 咦你 那这怎么了 你脸色很差呀 需要我帮你叫医生来吗 我我天下就这样 少管闲事 是这样 那不好意思啊 这不是居然没有发现他们 我的天 这不是是不是在演呐 我们罗伊压根就没管那个博士 还一直在说这个火箭的事 然后葛兰的话 其实在怕这个博士啊 发现我们啊 我让这种火箭 感觉好有气魄呀 哎 你满意了吗 没了我们就走吧 话说小女孩居然不用伪装的吗 应该也没事吧 啊 BG小女孩是人类吗 这就潜入了 这也太简单了 哎又有直线啊 看一下 是否收看塞巴斯的记忆二 哦 我们继续看 这已经变成了魔物的宝尔啊 也就是塞巴斯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遇到怪物有没有被袭击 身体的不适呢 也消失了啊 啊 这里是变成魔物的塔 这边有很多可以调查的啊 这是镜子吗 哦 他看到自己的样子是不是 在这种地方就算有镜子 哎 哇 为什么 被自己吓了一跳 这 这真的是镜子吗 不是吧 镜子是镜子了 你不是你了啊 是报纸 这有什么消息吗 奇怪 日期是公元的1964年 这 这是40年前的报纸啊 这么老的报纸怎么会 不对 环境这么恶劣 40年前的报纸 不可能一点都没有老坏 啊 那么我们上期结尾也说了啊 这个 保尔啊 他的意识呢 穿越了时间啊 穿越到了以前 所以他应该是回到40年前啊 难道 我花了好长一等才理解这个情况 但我只能作为魔物 塞巴斯活下去了 不过塞巴斯这个名字也是后来起的 从那以后 我 我把这里命名为魔戒 并创造了一定程度上的秩序 所以说如果这里没有塞巴斯的出现的话 也不会有这个名名魔戒的名字 也不会有这样的这个城镇啊 这里曾经是彻头彻尾的混沌之地嘛 所以我花了不少时间 但整个过程其实不算太难 用魔物的身体 人类的智慧的生物在这里诞生 要说起来 这对魔戒来说 可以算是特异点 魔戒这个称呼 简单易懂 挺不错的吧 我也曾想过 洞底都市安达歌德之类的名字 可是起个不好记的名字 也没什么意义 确实不好记 我特别讨厌这样的名字啊 这种就不好记 让我感到困难的 是与人类世界建立关系 即使无法与人类平等 但要想交涉的话 我们首先需要一个能够统领魔戒 确定魔戒意志的机关啊 啊 于是就这么建立了平易会 和人类签订了不可侵犯条约 魔戒在某个集团的统领之下 有了秩序 这对人类带来了足够的威胁 然后又到了那一天 这完全是从 这个塞巴斯老爷的视角去讲故事吗 这是前往打捞场啊 这路我熟啊 回到这个时间节点啊 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然后和这个机器人 那天我来到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但找到保尔的偏偏又是我自己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上一个保尔啊 他创业到了过去变成塞巴斯 然后他创造了魔戒 创造评议会 然后他来了这个时间点 改变了这个现状很绕 但大家一想也能明白啊 不知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啊 好来互动一下 嗯看起来没有死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必定我活着嘛 不过 我从于塞巴斯生活的时间反而还要更长啊 但亲眼看见这个模样 还是感觉很奇妙 好久没有见到人类的自己了 总之先放上一些药 哎呀真好 不知道这么多够不够呢 这个真好 其实也是对自己好 都是自己 对于我那是不同啊 现在这里也有某种程度的秩序了 要是顺利的话 他应该就能火下来了吧 哦 这是当时的家务机器人啊 后面是一样已经不会动了 我或许能够修好 把他带回去 先试一试吧 我帮助鲍尔活下去的理由 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过去的我 我被废弃 对人类幻想破灭 深感绝望啊 我没能处理好这份感情 便只能以魔物塞巴斯的身份 生活下去了 或许 我是想确认一下 如果鲍尔以鲍尔的身份 面对这份感情 他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啊 因此我想要见证 鲍尔在魔界所能达到的结局 鲍尔顺利的有了自己的容身之地啊 他一个人想必很孤单吧 于是我将乔医送回了他的身边 他成功的与魔物打成了一片 坚强的建立了关系 这实在是比起我以为的 鲍尔比我以为的还要坚强的多呀 甚至还找到了回到地上的方法 还帮助钓到魔界 保住了性命的人类 回到地上去啊 有了这条路线 明明他自己也可以回去的呀 他不这么做 恐怕还是因为对人类有些想法吧 不过他又对掉下来的人类出手相救 人类管是矛盾的 不管怎么说 就这样 我得知了鲍尔给出的答案 但这已经和我塞巴斯毫无关系了 就如我作为塞巴斯活到现在一样 今后我也只能这样续续活下去了 我得知答案 却发现答案毫无意义 真是愚蠢啊 人生总是如此 可喜可贺 就在我感叹人生无常的时候 卢伊他们出现了 保护人类的魔物 我想 这又来了一个有趣的家伙 他们想前往人类的世界 我认为这一定是契机 正好 最近与人类的关系进入了交锁状态 让我在意的是 罗伊保护那孩子的理由 他说那孩子是招致毁灭的少女 我不懂其中的含义 却有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而那个时候 我听了罗伊的诉说 并明白了一切 罗伊就是在过去那场 导致我被废弃的实验中 诞生的生物 一直成长到现在的模样 而且他似乎还面临着复杂的问题 命运的循环实在是难以预料 罗伊自那以后啊 一直吸收魔法浇油 也就是碎片 再加上他所说的极限反应的样子 这样下去 世界恐怕真的会迎来毁灭啊 本来我和那场实验就脱不了干系 某种意义上说呢 也是为了做个了断 只能由我来想个办法解决了 哎呀我怎么感觉老爷爷要牺牲啊 话说这里我没有用这个老人神仙去配他 因为他是宝尔吗 其实也是 好吧 那么也是解释了更多 但同时呢 最后也给了我们一些伏笔 感觉老爷爷最后应该会做出什么行动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组织啊 控制室 这回要和那个博士对峙了吧 哎 哎 来了 嗯 我是刚被分配到这里的 叫葛 葛 葛狼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葛兰 果然不行嘛 葛兰 你的手臂 你的位置反应一直不动 我还觉得奇怪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已经不是你们养的狗了 哦 是吗 但你就按照指示将卢依带到了我的面前啊 那是因为我有事情要问你 而且 只要你不用卑鄙手段 卢依根本不可能数给你 卑鄙的手段 你们偷偷摸摸潜入这里 还想说别人卑鄙 少 少废话 反正 回答我们的问题 你知道梅格的母亲在哪里吧 这种情况下 你叫警卫也没有用了 在救兵赶来之前 我们就能把你揍得七魂八素了 好吧 那边的小朋友 梅格的母亲 她不在这间研究所 但确实是在我们的管辖之内 果然 回到这里了 她那能离开废弃的大洞 确实能超出我的想象啊 但你们既然为了找孩子 又回到了这里来 多迷糊呀 我本来也没打算隐瞒啊 像周涛在哪里 只要查看我生活的终端就可以了呀 不过 这样的行为 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了 啊 给他捆起来了 你们是不是有些太小瞧人类了呀 太愚蠢了吧 哎 哇 哇 这怎么可能 葛兰基在那站着看着呀 这直接就把小牛孩给劫走了 哦 喂 那家伙把梅哥带走了 喂 喂 师哥把这个解开了 对呀 这这这优势明明在你 你们这边 你们人还多 跟死 那个混蛋 我们得追上去 那不看一下这个终端吗 好吧 他不看终端啊 先救小女孩要紧 怎么又是这个屋子 这么熟悉呀 天呐 该死打不开 咋办咋办 没搞 听不见 怎么了听不见的 对了 那家伙的跑到哪去了 算了 反正你等一下吧 该死打不开 啊 哈哈哈哈 没用的 他突然来个这个什么天外音啊 发生什么事了 我哪个 这会有个机甲是吗 我靠 蜘蛛机甲 这 这是什么 哈哈哈哈 这就是人类的力量啊 可烂 没想到你能够逃避那个手环啊 我本来打算使用的秘技 有一个因此而不能使用了 哎 但胜着总是拥有多张王牌的 结果不会改变的呀 把梅果给我放这 不知道你在瞎说什么呢 我隔开梅格是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啊 我必须避免在我分解你之前 他先哭出来的那种情况啊 现在我总算可以无所顾虑的分解你了 来吧 送你最后一程 哇靠 他这边还有个机甲 机甲有点酷啊 有点酷 怎么样 非常漂亮吧 这和不是普通的强化外装啊 这可以说是融合了这里 多年来的实验结果的极大成之作 好了 让我快速解决战斗吧 还不知道有多少剩余时间呢 谁管你还剩下多少时间 你以为是我的剩余时间吗 哎呀哎呀 我好像还没有告诉过你是吧 没剩下多少时间呢 是你的身体啊 什么 你的身体积累了太多的碎片了 就算呆着不动 也很快就会到达临界点了吧 等到那个时候 你会死去 还会牵连很多其他的生命 什么 这个事情确实是啊 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总的先把这场战斗解决了吧啊 来 普通拳 我们人类拥有的科学的力量 结合我们所研究的蒙古的力量 从而实现的技术就是这个 好了 好好见识一下他的强大的 哇 扑了过来 你不要过来啊 哎 等一下 我靠 我没有碰键盘啊 好好好强大的力量 不好意思啊 刚才失误了 我现在要聚精会神的 跟大家打架了 当然他的强大不只在于力量啊 我身为操控者 也注入某某的力量啊 得到了人类本无法拥有的 动态势力还要反射神经 好 我靠 等一下 等一下 轻人类本机箭 该死了 速度真快 好像有些危险了 不行我打不过呀 我靠 这个速度就是拼不过去的 还是很快的 挡了几下 他还被打中了7次 也行吧 因为我防御了啊 还好 好像有些危险了呀 吃一个魔法交友吧 呀 我要死了 这也太难了 来个究极拳 哎哟 喂 罗伊你在做什么 我修你帮助啊 葛兰 你怎么被烂了 下风 少 少废话 怎么了 这不笑死你 你是不是听了 那家伙刚才说的话 现在在胡思乱想啊 我 我没有胡思乱想 我确实跟不上他的速度 好吧 刚才算是剧情伤害了 我已经努力阻止这个伤害了 这才不是 现在不要想多余的事情 要是你输了 梅格毫无疑问 又会被废弃 不 甚至可能会被杀死 话多的家伙 又冒出来 说三道四呢 那就从你开始分解怎么样 走 糟糕 啊 他溜了 竟然说了一通怪话就跑了吗 那个小话 不过他确实说的没错 哎 行了行了 等会儿再考虑这些吧 先先先补个血吧 对吧 哎 这位可以了 这位可以了 这位可以是 是能玩的了 我刚才根本就玩不了 好啊 罗伊 你早就感觉了 哼 面对敌人胡思乱想 确实不太像是我的风格 这么葛兰过来嘴两句 然后就跑是吧 哈哈哈哈 总之现在先解决这家伙再说 好好好 防御一下啊 防御一下 就用机关枪乱射了 还好 防住了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 忙一点的攻击 究极拳 哎 这回可以 这回可以 哎 这回这个速度 都能点得上啊 还可以还可以 防御吧 啊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啊 有毒气 真恶心 我再防一次 炸弹 哦 321倒计时炸弹 不行 我得先攻击他 我觉得 打了我一万 不 不是吧 我竟然落了下风 哎 所长很是慌张啊 我长连的研究面对一件魔物 就会落于下风 这 这不可能啊 这种事绝对不可以发生 可我 我需要更多 要我更多魔物的力量 哇哇哇 才才刚刚开始呢 结束炸弹吧 啊 又解除一个 哎呦扑过来 好 快 救济攻击 两下 怎么回事 你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哈 他慌了兄弟们 挺好了 老是说什么科学的力量 魔物的力量 但这也就代表着 你对于自己的力量感到不安 才要模仿我们的力量不是吗 那么罗伊 再来这里的一路上 和很强的魔物战斗 并战胜了他们的罗伊 怎么可能会败给你这种人啊 说得好 哥呢 别开玩笑了 我 绝对 不能输 我需要更多的力量 我需要 更多 更多 更多的力量 不高 不高 更多 哇 哇 他疯了呀 Holy Shit 他 他都没有人形了 兄弟们 所长改变了 哇 这 发 发生什么了 不行 没有办法交流了 先来口奶吧 三万多血 有点担心啊 大肆破坏 WTF 八万血 兄弟们 得亏我吃了一口奶啊 可恶 这马力也烫小了吧 这个 再补一口 再补一口 咋办啊 我懂了 他就一定会给我打到死血是吧 刚才给我打八万 这次打我六万血 没有秒了我 他在卡我血线啊 那我们再吃一个魔法交流 这时候葛兰出来了 罗 罗姨 没 没事吧 葛兰快退下 你来也没有用啊 根本没有办法给这个家伙造成烧号呀 这 这种事 我知道了 可是我也 很是能逃跑的呀 啊 你在说什么 哇 葛兰四处逃窜 敌人无法急中注意力了 这可以啊 拉仇恨是吧 葛兰的家伙气质倒是足够 结果只不过是在东逃西窜啊 他真的是虾逃吗 但他确实吸引走了对方的注意力 他可不是虾逃啊 兄弟们 不错 也就是说我现在是有机会的了 我可以打他了 yes 罗姨 这个先给你 这是我之前存着的魔法交友 哇 啊 葛兰里图了十个 多谢 我打忙了 没有更多了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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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奴隶的攻击 葛兰帮我们拉出一列 nice 好卡我血线是吧 没关系没关系 吃鞋 这这这这这这什么组合打法 反正也行啊 能打 怎么打用葛兰了 啊 葛兰你没事吧 what the fuck 回到我啊葛兰 喂 该死 这怎么办 先先先吃血先吃血啊 想不了那么多 该死 这样我们有办法出手啊 确实 神医在补血了 有没有葛兰的情况 还很担心葛兰 好理性 葛兰来了 可以 葛兰 等着 我会 我担心他的注意力的 你还活 算是太好了 但你不要再动了呀 再吃一发 你真的会死啊 你怎么办 哎 梅格 糟糕 玻璃 罗姨 这这这 这这这 喂 梅格 别 别出来啊 不 梅格 你就留在这里吧 可是 这 这很危险啊 我总算明白了 我被敌人攻击 要气馁的时候 都在梅格不在的时候 但是我 在这家伙 面前挺胸抬头的时候 无论吃了什么样的攻击 都不觉得疼 所以梅格 你留在这里 这样 我绝对 绝对不会再让你遇到危险 啊 兄弟们 我不行 我要哭 哇 这个时候BGM一转 来 先补够血 盖掉它 哇 真屌 可以 没问题 打 救济拳 我们这罗姨完全就护住了梅格零损伤 你知道吧 这种程度 我一点也不疼 所以梅格 你也没什么好怕的 嗯 梅格依然也不怕 过来 你是顺带的 躲到我后面去吧 哇 罗姨太帅了 是 顺带的 可是 靠你了 哦 帅死了 吃个鞋 他的攻击对我现在没有用了 无敌了 已经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拦我们了 兄弟们 来 最后一次 怎么样 还差一点点 怎么还差一点 对于这种 扣用蛮力的笨蛋 嗯 我明白 就得预测时机 破坏他的平衡 帅 我们这些玩的小游戏 全都在这里出现了 所掌失去了平衡啊 太爽了 维哥多所掌不会动了 战斗胜利 哎呀 看到我好爽啊 兄弟们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反正我是真的很嗨 成功了 罗姨 厉害啊 嗯 怎么了 不 没什么 哎呀 坏了 这时候罗姨应该想起来自己过要炸掉了这个事了 罗姨 难道你 在一个 这家伙刚才说了话吗 说你急性快到了之类的 我 我觉得都是假的 他不甘心才会瞎扯的呀 是啊 所以 之后我们怎么办呢 梅哥的猫猫不在这里了 但我和大叔约好了 不能去研究所之外的地方 这套地点以后 只能把保尔大叔叫过来 交给他处理了 我是无所谓啊 你都走到这地步了 却要老老实实的守约吗 怎么说啊 这 不像你啊 你管我呢 总之 现在先把人类从这座建筑物里赶出去 那天晚上 哦 他们在这睡了一觉啊 罗姨不会用 那什么吧 直接告别吧 不跟他们说一声 啊 大叔 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别来呀 别这样啊 没没想到 既然出了这样的事啊 大叔 我有事要拜托你 我想把梅哥交给你照顾 什么 我知道他母亲在哪儿了 大叔 你带来去吧 林匿座的人我都已经赶走了 现在很安全 呃 可是去那里路线已经被破坏了 既然知道他母亲在哪里 就才重新制定计划吧 拜托你想想办法吧 没有时间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已经不行了 我很快就要死了 据说我的什么灵界点快要到了 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到时候不只是我 就连梅哥 还有地上其他的家伙也都会死 可可是 好了 别多问 就照我说的做 鲁一 又来 所以 你打算怎么办 我 我再也不会见到梅哥还有大叔了 不要这么说呀 那孩子这么黏你 你不觉得他会非常伤心吗 都说了我只能这么做呀 等等 阿克兰 快 改变这个结局 我就觉得你怪怪的 你到底打算做什么呀 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我已经不能留在这里了 怎么 怎么你居然相信那家伙说的话呀 我自己的身体 替他那么说 我立刻就明白了 他说的是真的 可是 应该是有办法的呀 我哪也知道 还有没有时间 慢条思理的去想办法了 不 不行 我不让你去 哪怕动用武力 我也要阻止你 这种事你怎么做得到啊 少废话 怎么还有这种桥段 我靠我们隔了那38滴血 这也不是要战斗啊 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但我该动手时 我也会动手的呀 好烦呀 这种时候 这种这种时候 这个情绪 这个感觉 啊 跟兰法洛攻击 停下 你改变想法 我就停下 你知道这是没用的 这谁说的准啊 该死 跟我适口而止吧 还 还是不行吧 靠我 可难难受死的 哎 小小孩醒了 快 快去找罗伊 哎 罗伊你在哪 葛兰也不在 啊 在这里 罗伊 走 怎么你的礼都来了 啊 雷格 快拦住他 罗伊 他想牺牲他自己 不是都说了吗 我只能这么做 降下去 所有人都得死 只有一个人死 不就完事了吗 不行 啊 交谈 说话 罗伊 不要离开 哦 我的心意已绝 罗伊看起来很难过 我现在在努力的攻破 他的内心 哎 玩具 是什么 哦 这是回忆是吧 来 这个图画书 来一下 对啊 罗伊 再给我讲故事吧 我们使用回忆杀 我 我根本不认字 那 梅哥教你认字 那 葛兰跟你讲不就行了吗 罗伊把 抢走图画书 扔给了葛兰 哎呀 伤了小女孩的心 你们一点也不理解 我已经不能留在这里了呀 罗伊很生气 继续 扑个牌 我来教你怎么玩 帆帆乐 这 这东西我根本没兴趣 罗伊又将梅哥手上的指派 排落在地呀 听好了我 我 我对你 他想起出话语啊 罗伊 继续 垃圾 我还会给罗伊画像的 对了 罗伊也一起画点什么吧 但罗伊 我之前一直没说 我之前一直没说 但我对你照顾你这个事 你就很烦了呀 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呢 罗伊 罗伊不敢直视梅哥 不敢直视梅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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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再傷害了呀! 洛伊! 畢佐! 不要隨便哈我的名字! 啊! 回 開哭! 洛伊! 明天也要一起玩嗎? 明天也要一起玩嗎? 明天也可能還會更忙 而且梅哥應該回到媽媽身邊去 那之後我們再一起玩嗎? 你得保證那之前不許哭 好! 梅哥想起了約定啊! 啊!想起了不會哭的約定! 哇! 在洛伊再和我自己一起玩之前 絕對絕對不會哭了! 你! 你啊! 洛伊開始困惑了! 忍耐! 玩具! 不是忍耐是什麼! 我就有點想選擇! 忍耐就不哭! 不要再和我有所糾纏了! 你和葛蘭我都不在乎! 啊! 我又減了心情是嗎? 但是我的心情早就已經減到0了好不好! 蘿伊看起來很痛苦! 玩具! 火箭吧! 梅哥忍耐著不哭啊! 不要再和我有所糾纏了! 這種東西我根本沒興趣啊! 可是蘿伊! 蘿伊用這個陪我玩過很多次! 他拿出了火箭! 哎呀! 完了蘿伊要哭了! 那看出來了啊! 嗯! 也忍不住了! 不! 不是把這東西拿給我看! 啊! 你摔在地上啊! 啊! 蘿伊! 為什麼? 好過分啊! 就繼續回憶! 哦! 一周目的自己! 和二周目的自己的對話!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蘿伊認為你非常重要! 嗯! 梅哥知道! 哈哈! 那就好! 只要明白這個! 一定不會有事的! 梅哥回憶起在神奇的地方遇到大姐姐的話! 還有! 與蘿伊至今為止發生了一切! 哇! 滿心情! 呵呵! 蘿伊! 大騙子! 曾!曾被騙你! 我! 我不想看到你的臉! 才不是騙子! 梅哥知道了! 不只是梅哥! 你還欺騙了自己! 什! 什! 梅哥想來發現自己在奇怪的地方! 感到好hype! 好寂寞! 但是蘿伊一直都在陪著梅哥! 一直陪梅哥在玩! 雖然總是說沒辦法! 好麻煩! 但還是陪梅哥一起玩了很久! 呃! 所以現在! 如果蘿伊很害怕很寂寞! 梅哥也會陪著你! 哈哈哈! 哈哈哈! 這個話確實很貢心啊! 如果你一定要走! 哈哈哈! 啊!不行了! 哇! 直接破防! 是啊! 都不想分開啊! 都不想分開啊! 哈哈哈! 蘿伊哭的就跟跟小孩子一樣! 哈哈哈! 我其實! 有人很怕死! 啊! 我不想過零零一個人! 哈哈哈! 哈哈! 同一次看見蘿伊哭啊! 呵! 但誰不是這樣的! 啊! 肯定有辦法! 現在放棄還太早了! 是啊! 他哭累睡著了! 畢竟他之前一直在戰鬥啊! 啊! 頻率對上了吧! 這!怎麼了! 羅伊聽到了嗎! 所以我這裡不知道說話是誰! 但我覺得這裡說話一定是老頭子啊! 塞巴斯! 是我! 塞巴斯! 你看啊! 果然是塞巴斯! 因為我覺得老爺在這個時候一定要出現啊! 能拯救他們的就是老爺子了! 塞巴斯! 是那個老爺子! 羅伊他哭累睡著了! 哭累了! 這是怎麼了! 是所謂的男兒有戀不清談吧! 算了! 不提這個!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說啊! 重要的是! 嗯! 現在你們那邊沒有人類對吧! 我也立刻過去! 順利的話! 或許能除去羅伊身上的毀滅之力啊! 師哥! 怎麼回事? 什麼意思啊! 掛斷了! 有希望啊! 什麼意思啊! 有希望啊! 所以啊! 就像我在無限殿裡說的那樣! 羅伊身上的毀滅之力! 或許能除去啊! 等一下! 老爺子! 只有這種可能性啊! 有沒有可能性? 我先診断一下吧! 你為什麼會知道這些啊! 啊! 這件事情! 說起來比較複雜!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對你說明! 這件事情說來理解! 我說了! 你未必會信啊! 大概是講自己的那些事吧! 這穿越了是吧! 好吧! 反正沒有其他的法子了! 就隨你喜歡吧!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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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究竟什麼事故啊! 可以阻止吧! 什麼那個靈界! 啊! 應該可以啊! 真的嗎! 可是! 怎麼了! 拭上! 本來啊! 你是作為分解者組繫物被製造出來的! 目的是有什麼在安全的分解魔法胶油! 也就是碎片! 可沒有人預測到你的身體��ager會發展到如此 ar��的結實! 而且複雜! 也许正因为如此 你的体内构造变得极度的扭曲啊 我听不到什么意思 但是好像给你们添麻烦了 总之呢 我想说的是 你身上吸纳存储魔法交友的器官 承担了一部分与人类海马体相似功能 海马体是具有特殊构造的 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 它会保存来自无管的信息 并转换为长期记忆 存储在大脑的皮层啊 等一下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哦 抱歉 简单说来 你体内的炸弹应该是可以栽除的 但是这样啊 会导致你失去一部分的记忆 尤其是新的记忆 最近这段时间的记忆 几乎会完全的消失 最近的记忆 具体多久的记忆 我也说不准 可能几个星期或者是更多 啊 那我和梅阁的 我本来应该说啊 要不要做走数 最终还是要由你来决定啊 可这又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了 你也明白吧 哈 还是有牺牲啊 不能那种完全幸福美满的大结局吗 嗯 我知道的 哼 我都做要死都准备了 做点事 有什么好怕的 但是呢 你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吗 嗯 在最后的最后 为你追走约定才行啊 也是 那好吧 哦 对了 还有 老爷子 你知道生日是什么吗 嗯 知道了 那就好 稍后再见了 喂 梅阁 我们一起玩吧 吓 吓我一跳 罗姨怎么突然这么说啊 罗姨怎么了 之前和你说好了 你不哭我就陪你玩 还是说你不想玩 玩 可是啊 梅阁 这是我最后一次陪你玩了 啊 为什么 因为我明天就要忘记梅阁的事了 为什么 开始了 好 我又踢了 哎 她掌握好力度了 哎 她掌握好力度了 哎 哎 好厉害 球踢得越来越好了 哦 我找到窍门了 好 再来 嗯 已经能控制力道 一旦学会了 还挺好玩的嘛 为了让大家活下去 也只有这里有办法了 可是呢 那说不定 虽然我说不好 可我觉得这样应该也挺好的 你要和妈妈一起回家去 我也会回到自己家 像以前那样生活 看 和指甲一样对吧 完全没有什么不好 完成了 怎么样 画了个傻 是火箭 好厉害 哦 还真是火箭 能说是火箭才看出来 厉害吧 说不定我其实很有天赋的 嗯 很不错嘛 古龙 你要画点什么吧 我 我就算了吧 哪怕画得烂 也没什么好介意的呀 嗯 梅阁你在画什么 它画了个 哦 画了个月亮啊 哦 这就是月亮嘛 确实长得和香蕉一样 嗯 不过也会变得圆圆的 好神奇啊 什么原理啊 可是 喂喂 可别摆出那种表情 我知道你很寂寞对吧 说个实话吧 我也寂寞 我自己都很吃惊 我居然会觉得寂寞 估计啊 这是因为认识了你 梅阁 因为认识了我 对啊 认识你之前 我都没有感受过寂寞 也就是说 你改变了我心中的什么 你明白吗 嗯 也许吧 接下来 是这个 和这个 嘿 翻对了 游戏好厉害 哼 那还用说 不过原来如此 我知道这个 饭饭乐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游戏靠的是直觉 我从以前 直觉就很准 我觉得这个方向有魔法教育 那就肯定有 魔法教育 本来就哪里都摇 接下来 是这个 还有这个 哼 又猜对了 哼 你这把确实还是够顺利啊 看你好像自己一个人 都要把牌给翻完了 也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啊 该死 为什么眼泪又好快流出来了呀 我也是 等一下 你现在绝对不能哭 翻了就要说 我心中的什么东西啊 没得改变了 要怕我忘记了你 我与你的相遇 毫无疑问 也是有意义的 这本书妈妈经常念给我听 我喜欢这个故事 是吧 那梅格早就知道这个故事了呀 这么说 我当时乱读 你也发现了 哼 丢人了 这一夜的怪物 很像你啊 罗伊 对了 老爷子也这么说过 帮助小孩子的善良魔物 啊 原来是这样 嗯 梅格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和你特别亲近 我当时就觉得怪怪的 像你这样全身 凶巴巴的家伙 怎么会被人类的小孩喜欢呢 你烦不烦 在人类看来 你也一样凶巴巴的好不好 不过 对梅格来说 你简直就是童话书里的英雄啊 英雄啊 英雄 罗伊就是英雄 英雄 嘿 英雄 你别跟着叫 哈哈哈哈 不过呢 我 绝对 绝对 不会忘记罗伊的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玩完了 要做手术了 好 这下可以了 接下来全靠你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那就动手吧 给我个痛快 什么痛快 说得好像 我要弄死你一样 好了 快动手吧 行行行 啊 放困了 这就是 麻醉的效果吧 感觉还很舒服的 什么声音 嗯 没什么好办法吗 罗伊的记忆 没什么办法 保促吗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这么厉害 应该能做到吧 这是 啊 他们在外面说话 什么呀 是葛兰吗 吵什么吵啊 难得 我睡得正舒服呢 啊 我真的没办法呀 能保住罗伊的性命 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了造出 罗伊时的 两份时间数据 再加上 我以魔物质身体 生活到现在的经验 才能做到这一点啊 你说这些复杂的 我也不懂 但罗伊的记忆没了 真的会很麻烦啊 又不会 把格兰给忘了吗 混淆似的 估计只有 最近的记忆啊 所以他应该 还能记得你啊 对对 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最近 才和他 吐露了重要的事 在那以后 我才总算 能挺胸抬头 说自己是 罗伊的朋友了 怎么就这点事啊 这种事 根本无所谓的 因为我应该 从很久以前 就已经把你 当做我的朋友了 所以那时 你想我 吐露心声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 那变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啊 是你自己变了呀 如果从那时起 你变得能真心 把我当做朋友了 那无论 我忘记什么 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呀 啊 现在 真的什么都听不见了 孝思醒来时 葛兰还好说 但梅葛 就会 梅葛 与他相遇的地方 我记得是 结束了 我靠 这回忆没了 你别这么杀我呀 坐车 呀 你这个 你这个阶级的处理方式 你这是在杀我们呀 这 没想起一个记忆 然后立马就没了 也是我们在跳异地呀 也好 我们就 算是把这些洒花吧 然后 跟着这份回应 我们回顾整个系列啊 好久没有做 这样的常识况了呀 其实 哇 真的感慨啊 真的感慨 也感谢大家 能从第一期看到现在啊 我不说话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吧 那这个阶段 在那里面里的地儿 也感谢大家 在这边 可boan 兰兰兰 葬天 之遇 余命 含柔丹 余命 却 余命 彼余的福尉 Build 余命 余命 我愛你 我愛你 母的生命 生命我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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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この天堂やれなさね やからきあがらとみれにたって きっとなれな ねえきっとなれいや ねえきっとなれいや ねえ お 这里有剧情啊 我又觉得得有点剧情 ママ 这是梅格 遇到ママ了 梅格 原来你没事 那就好 我可担心你了 梅格一直也在找ママ 对不起梅格 ママ 我和一些很奇妙的人玩了好长时间啊 哦 是吗 太好了梅格 你之间所在的神奇的地方 神奇的人们 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没错 这是一场梦哦 哎 才不是梦呢 梅格和他梦玩了好久 才不是假的呢 嗯 我知道 不过 你总会理解的 你会长大的 长大 没错 可是 我绝对不会忘记 啊 绝对不会忘记 我不会忘记 罗伊他们 即使长大 也绝对 不会忘记 靠 哎呀 小女孩想 是确实没有忘记 这些在这已经哭了 梅格绝对 绝对不会忘记 梅格 嗯 我明白了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 要这么做了 妈妈 再也不会要求你忘记了 哎 平会 哎呀 好久没见了啊 呀 三八十爷爷 你回来了 嗯 好久没这么勤劳了 真是累死了 嗯 今后 国际会更辛苦 是 我们捣毁了一个人类的研究所 我该如何利用这情况 爷爷就看我们的了 嗯 为了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哎 不是这个他们怎么样的 告诉我 没隔回到妈妈身边去了吗 嗯 嗯 那罗伊先生呢 让我们看看罗伊的情况 开葛家吃魔法浇油的是吗 哎 他说魔法浇油很难吃 奇怪了 为什么魔法浇油会变那么难吃啊 话说 我家里原先有这么多东西吗 他忘掉了最近的记忆啊 哎 看一下 这个好像能够用 搬到罗伊的家里去吧 哦 这个柜的挺不错的嘛 我不叫这柜的 有什么用啊 我家里除了魔法浇油根本没别的东西啊 好 我把我的茶分你一点 就放进柜子里 你知道茶是什么吗 把炸草放到水里 都跟你说了 我不需要 老师都太大了 搬起来好累啊 确实 要搬走这个得花一份工夫呢 没有用的家伙 看我的 哇 罗伊好厉害 一只手中举起来 哼 根本小菜一碟 厉害啊 罗伊 好 就这样搬回你家里去吧 我们肯定是搬不动的 都没办法 他能想到一些这个一些对话 但想不想这个是谁说的 有个大概轮廓啊 他摆了花 嗯 反正也没有必要扔 哦 我以为这里也会回忆什么的 看下这个画吧 哎 是谁趁我不在画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呀 左边这是我 右边这是葛兰吗 中间这小家伙是 画了可真难看 但是还挺有韵味的 嗯 来 这边 这张桌子我可不记得我捡过呀 啊 罗伊就这张桌子吧 啊 感觉好像缺乏一些趣味性 少烦 快点决定 我真是 都不说了 不要桌子 呃 那边还有更加好看的桌子呀 不 就是这个好 罗伊个子很大 力气也很大 桌子也必须大大的 结结实实才好 这种点滴的回忆啊 嗯 只有一刻这魔法胶油 又黑又粘稠 看起来也不好吃 之前我看起来明明觉得很好吃的呀 走 咱出门看看啊 哎 葛兰来了 怎么是葛兰啊 过得怎么样啊 我平时一样啊 你才是 你的手没事吧 都会有人摔一跤就把手给摔断 真不至于吧 哈哈 我觉得自己很傻呀 算了 不及这个 我们一起去找吃的吧 怎么 又什么法胶油 呃 不 我觉得操长别的食物也挺好吧 哦 真的吗 这只是为了增加经验 什么事情都得体验一下嘛 那我们去吃鱼怎么样 鱼 抓鱼 是要使用一个钓鱼的办法 我可以教你 我们走吧 我不是很喜欢麻烦的事 喂 等一下 啊 确实他是忘记了这段回忆啊 但是我 我在某角度 我会觉得啊 好像这样也行 各在各自的世界生活了 这样子 大家也都还活着啊 那哥生日快乐 谢谢妈妈 是足球 你之前说过想要吧 谢谢妈妈 咦 怎么了 咦 给梅格的礼物 是谁给的呀 这不是在魔剑里的那个小火箭吗 咦 火箭 怎么这么破旧啊 就像是从坏成破破烂烂的样子修好了一样 啊 这是那个 罗姨啊 他把这个火箭给摔在地上摔碎了嘛 给给修好了 上面没有写记的信人 应该没事吧 啊 没事的啦 梅格会珍惜的 这个火箭 还有妈妈给的礼物 都是梅格的宝贝 哈哈 是吗 梅格要出门 咦 都这么晚了呀 很危险的哦 没事 我只是去看星星 是吗 那你终于不可以离开庭院啊 嗯 什么钓鱼啊 一条鱼也抓不到 格兰那家伙倒是很开心的样子 哦 这碗星星很漂亮嘛 啊 嗯 那亮晶晶的东西是叫熏什么 我还是同时觉得他漂亮 哈 哎呀好烦呀 这这这这 亮晶晶的好漂亮 不错呀 这就他这种他这种刚才闪现的一幕 我觉得挺好的 那又挺 越来越小刀片的感觉啊 哇哇哇 啊 小女孩 小女孩也在看星星 两人都在望向同样的星星 这回是真正的结束了 哇 我对这个结局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 你们觉得好还是坏呢 但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结局就是 就是属于合理的 然后虽然有些遗憾吧 但是好像这么理解就也可以啊 最近可能物种也不一样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魔界和人类的关系也不好说啊 小女孩的话就是幸幸福福的在人类世界长大嘛 这样子 而且都活着啊 都活着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虽然罗伊可能想不起来了 但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看兄弟们的评价吧 反正很开心啊 很久没有录这么长的实况了 然后完结啊 感觉还挺开心的啊 那么我们之后呢 还会去添别的坑啊 然后也会去更新一些其他的游戏 哈 然后我们这里看看结尾还没有东西啊 没有东西 我们就接啊 再见了啊 哇 这是 这是小女孩长大了啊 甚至穿这个白大褂了啊 也是成为一个博士了 就不知道他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但我觉得小女孩 他一直记得罗伊这事嘛 对吧 咱们把他就放到20年后啊 他又长大变成博士了 可能 可能又下去又需要罗伊又认识了 也就是不好说 对吧 毕竟葛兰呢 就魔界其他人的记忆还在了 对不对 哎呀 好 这是制作人员 好了 那么这个游戏呢 我看了一下 就是这样啊 这是真结局 这个系列真完结啊 感谢各位观看 我霍尔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